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境说话总编辑 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卡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 在其上任后第一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讲中 表达了对中国的缓和态度 他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两国的贸易旅游和教育交流均创历史新高 他还说在中美贸易战中 澳大利亚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 莫里森担任财政部长期间 对决定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网络5G建设 起了关键作用 特博尔8月份因为遭到党内反对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 莫里森成为澳的新总理 在特博尔执政的最后日子里 澳政府的实际已经开始对糟糕的澳中关系进行回调 莫里森可谓延续了这种回调 特安布尔政府之前与中国的激进对抗 显然招致了澳工商界的强烈不满 对中国来说 莫里森继续缓和对华关系值得欢迎 北京的回应应当是积极的 与此同时 我认为我们要对澳大利亚更看重自己是美国盟友这一点 保持清醒认识 不必对今后的中澳关系抱太高 自从英国睡了后 美国成为澳大利亚宗主国一般的政治 及安全皈依 中国崛起和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时间不长的事 这影响了澳大利亚的生存之道 但远未改变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思维 美国将中国确定为对手的战略大调整 肯定会牵连澳大利亚 堪培拉虽会有势为难 但他总体上会迎合美国的战略调整 他会争取在这样做时 尽量减少在中国方向上的利益损失 中国不能逼澳大利亚 要求其放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这一点我们做不到 但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不因为是美国的盟友 就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他尤其不能做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急先锋 发展美澳关系不能以牺牲中澳关系做投名状 澳大利亚将中企对澳投资政治化安全化 比如禁止华为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 以及之前所谓防范中国渗透的一系列表现 就属于中国不能接受的行为 我认为我们既不应把澳大利亚使劲往美国怀里推 也不能对中澳友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稳定中澳关系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谢谢 谢谢 谢谢